1 2 3 5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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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4 康熙來了 1 2 4 1 2 4 1 2 4 6天命 現身康熙來了 從小就是美女的方程 追求者從來沒有間斷過 名字竟然出現在公車的椅背上 而且你知道台式美語 竟然是方程發明的嗎 方心一直飾演悲情弱女子的她 最怕的竟然是被呼巴掌的戲 你知道高中時的方心 參加過五登獎嗎 今天康熙來了帶你一探 龍俊鋒女主角不一樣的面貌喔 剛才今天來了兩位漂亮的女明星 她們兩個人的風格其實 從她們早期在演藝圈走紅的角色 跟到後來差蠻多對不對 差很多 尤其是第一位這位小姐 我們歡迎方程 妳有 方程讓我們這邊來吧 好 我們今天穿紅鞋耶 真的耶 你真的形象差好多喔 我就想說奇怪方心形象差很多 方心是哪一個第一檔戲 方心有差很多嗎 沒有 方心沒有對不對 方心差很多 對方程差比較多 對啊 可是那時候我在演紀老師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那時候還拍那個流行都市台北 我們最早在傳訊電視台的時候 那時候有中天跟大力頻道 大力頻道我們有一個節目是介紹 各個城市的那個流行四處 你們一起主持嗎 我們一起負責台北的部分 那個主持人的那個形象啊 跟我在紀老師的形象也是衝突滿大的 對 對 那時候誰在妳身上看到了壞女人的潛力 對 我也覺得 妳第一個壞女人角色是在 那個在台灣阿誠 台灣阿誠 演Helen Ma Helen Ma 超紅的Helen Ma Helen Ma跟後來那個 台灣霹靂火裡面 馬阿敏 是兩個人嗎 不同的個性的 完全不一樣 馬阿敏就是女同事嘛 但都是壞人 Helen Ma不是馬阿敏對不對 不是不是 對 是兩個角色 你是D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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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Oh No 好羨慕妳可以演Helen Ma 這就是妳超想演戲 對 我覺得妳們在妳身上我有看到那個 我怎麼想演Helen Ma 你是D阿妳可以講嗎 Mall please 你是D阿 你是D阿 對 你知道我這時候罵 罵人家你是D 我真的是罵不出口 我覺得 怎麼那麼沒水準 我就想像 你是D阿 我是A阿 你是D阿 我一直想到我在講英文 你是D阿 你是D平常有人這樣罵的嗎 有啊 有嗎 你是D阿 好 要這樣嗎 你是D常常有人罵 對 可是因為那時候我還不太習慣 用破不罵解的方式 所以我都用很優雅的方式 像比方說江國斌呢 他如果虧損我 就是說 你這個男人現在有夠不介紹的 怎樣 我就有話講說 你看你吃不到葡萄 說葡萄生 本來那個劇本是寫說 氣節 好 然後呢 罵 我看你吃不到葡萄 吃不到葡萄 說葡萄生 不太會這樣子 我覺得 喔 我看 你是吃不到葡萄 說葡萄生 我還用這樣一點吧 是你自己發展出來的 很冷掉的話 對 就是用笑面補的方式 然後呢 那時候華哥 你知道演導演沒有意見嗎 沒有啊 對 那時候華哥呢 他其實會滿給我們演員空間的 因為我跟他合作的第一部戲是阿扁阿珍 我演珍媽 阿珍的媽媽 天啊 那是很鮮熟的形象 所以呢他們 台灣阿成那時候呢 那個角色是很臨時的 找了我第二天就演了 而且說好只有三到五集 所以鄭文華先找你的時候 其實是好女人的角色 對不對 然後後來演一演就變成 反派了 就你自己越演越 變得越賤是不是 對 就可能眼神越來越狠毒 就是後來就變成那樣子 是不是 真的演壞人會演上癮對不對 不會 我覺得演戲本身就會上癮 不管演什麼角色 那季老師的角色 跟Helema有重疊到嗎 有 有嗎 有 而且那個時候呢我還在 你不會精神分裂嗎 到搬上去跟 一起 不會啦 學生那麼帥 我跟你講 其實你說精神分裂這個事情 最精神分裂的一次是 我那時候演那個三立的父親千行淚 然後演一個那個很強勢的 沈議員的太太 然後後來瘋掉了 然後呢三立的攝影棚呢 就是面對面嘛 化妝間也面對面嘛 另外那一棚呢 我要再拍昂檔戲 台灣霹雳火的女律師 很冷靜 喔 我在那邊呢 那個是瘋掉的女議員 然後呢 還一直在那邊哭啊 情緒非常的激動 馬上進去換了衣服以後 要幫她變得很冷靜的律師 還要用台語講那些髮條 情緒相反 地幾條地幾條 怎麼還要幾年 怎麼還要怎麼 那時候那個真的快精神分裂耶 我真的很羨慕她的角色 很多元化 對啊 妳在心裡面講過最狠的台詞是 喔 我跟你講有一次 對 江國賓 然後呢 我那時候躺在病床上 然後呢 我還跟她講 我用電話威脅她 說我要打給誰誰 所以我麻煩妳三立的 甲 碰 碰下來 妳叫人家脫褲子 妳們兩個都把褲子脫下來 對 嚇了沒有 好 接著等我看好什麼人 我覺得 我要叫一個男生把褲子脫下來 我真的覺得好尷尬 不是妳幹嘛跟她脫褲子啊 最純粹想看是不是 因為那個女生性欲蠻強的 對 對 妳們平常都很想到 妳來講這是為我而寫的嗎 對 然後那個 那個話都還很挑的 唉 妳是 唉唷 妳那一隻錢我會怕耶 妳有脾氣嗎 我什麼意思 妳那一根槍 唉唷 她在手上真的拿了一根 一把槍 雙關語 對 對 浩哥就很會寫這種 台詞 好羨慕妳喔 妳演一定很棒 對啊 妳演一定觀眾會笑 可是台語 妳演一演看看 好 妳可以講國語版了 好 麻煩妳現在三秒鐘之內 把褲子給我脫了 唉唷 妳太講台詞了 妳講話很久了 因為很難得會 妳會跳針啊妳 妳那隻跳 我看得好怕 妳這樣這文話不會接受了吧 不行嗎 這樣不是很符合妳們的戲劇要求嗎 嗯 就前面open一定要 要 要 妳一定要揉一下啊 對不對 妳們是不是有這樣安排 倒還好啦 沒有嗎 可是問題是妳沒有演過好女人 所以妳一開始有演這種 爛角色的話 觀眾就會覺得妳是壞人 我第一次演戲劇演好女人啊 哪裡有什麼地方 求婚事務所啊 哦 我在裡面是苦心 是一個好女人 不是一個歡場女子嗎 沒有 可是她內心很善良 對 所以我一直很嚮往這樣的角色啊 她很得意吧 因為她的角色好多人想要演 連妳們同劇的人都想要 真的啊 我就一直很想演 因為她的角色落差很大 妳為什麼輪不到演壞人呢 不是 我看起來就是不好人 她都覺得妳這個角色後來有一點點反派 比較強勢一點 對 但演到後來她還是又變回好人 那妳真的常常會出現那種 就是莫名其妙仰天大笑的戲嗎 對 真的有這種事嗎 對不對 我沒有誇張啊 隨便都可以笑嗎 那不一定啦 當然也是那個情緒來了 有一點情緒嗎 隨性所至 就是 就是欸 就覺得 我會可能用笑來化解一下這個情緒 氣氛這樣子 席卷全台的龍捲風台式英文 我告訴妳們這台語跟英文的體力是怎麼混 就是 所以妳們不是常會說 會淋水 所以才會講 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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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在那裡爛去吃什麼 妳就這樣子嗎 那個 See you 這個東西 那就可以講妳 因為什麼Tocktail啊對不對 對 因為Tocktail是一個外來的 Coffee Black Coffee 湯熙來了 還有一次就是 最近我不是常常這個角色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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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嗎 是有一次 剛好我就覺得 這個味道蠻好的 我就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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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華哥他可能有看播出 之後他就常常會寫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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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幾乎每天都在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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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會 然後幾乎發明了 對 還有一次就是那個 See you 這個東西 後來華哥也看到了 他就常常就會比著一個那個 V字的手勢 See you 類似像這種東西 還有碑文 Call you 這個 妳可不可以告訴我 妳們的台語跟英文的比例是怎麼混 就是 所以妳們不是常常會說 會不會喝水 所以才會講發明嗎 不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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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會喝水 你這樣會喝水 不是這樣子嗎 沒有啊 不會不會不是這樣子 倒不會 所以還是蠻合理的 對對對 有今晚的 妳要怎樣怎樣怎樣 是不是這樣 到底還好不會啦 這到底是什麼啊 我知道你們的原則 就只是一些 英文重要 英文主要使用在哪些部位 就是 強調的時候 本來就有洋味的事情嘛 比方說Proposal 這樣就要講 對類似像這種的 對公司名字 對對 Schedule Schedule 類似像這種的 這些非傳統台灣社會所擁有的東西啦 像提案啦 時間表 類似像這樣子 這樣有道理 不是說生活裡頭就夾雜了 那些東西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這個人的生活混雜的 跟洋味有關的事情 那個東西就可以用英文來講 對 對 或者是強調的時候啦 才會這樣子這樣 那就可以講 你會有什麼Cocktail啊 對不對 對 因為Cocktail是一個外來的 黑咖啡 OK 類似像這樣 對 那個那時候Danny 那時候是Danny 他就會講 黑咖啡這樣 對 所以是有這種 有區分的啦 是有根據的啦 對 學姐也不知道要幹什麼 好 芳生謝謝妳請回座 謝謝 來 芳生請出來 芳生請 芳生請 妳在戲裡可以有機會穿這樣嗎 沒有 完全沒有 要平常才行是不是 對 大部分都是穿套裝比較多 所以演好人過癮的地方在哪 過癮的地方 你從來沒有幻想過演好人對不對 對啊 因為好像比較沒有爆點對不對 對 所以這就是她難的地方 你每一齣戲都是好人 你要怎麼樣把好人演成不一樣 這都是我每一齣 每一檔戲的我困擾就在這邊 妳的對手有對過方程的角色嗎 有啊 我們是情敵 類似情敵這樣子 對 所以她罵人的時候 妳需要呈現出什麼樣的表情 因為我在這一檔也是蠻強勢的 所以我也是跟她對罵的 來 妳演一段 來啦 快演 我看看妳們的那個 來啦 快演 來啦 快演 有成米嘛 要媽的叫勢喔 妳用妳那一句獨起 就能在唱上歌喔 小米奇 世子綜藏沒什麼撩不起啦 妳才知道天蠍座最厲害的 就是用心機 哼 幹嘛呢 絕對是這樣啦 妳再說一遍 我就把妳拔下去 好 妳來啊 好 妳來啊 有一句我沒有誰實驗啊 欸 獅子座跟天蠍座是真的台詞嗎 對 真的 她在戲裡面是獅子座 我是貼貼座 對 所以我才會出什麼了不起 妳沒看過嗎 對啊 她用去獨次來刺傷她 真的 對 我們戲裡寫滿多新作的東西 剛剛這個對白是 多久以前演的 好久喔 很久喔 那還記得 沒有 就大概 隨意這樣子講 那那一次是 她本來是 我來跟她嗆聲的 她本來要這樣子正面 然後再轉過來講話 然後她就剛好就順便打她 可是那時候在排戲的時候位置是這樣子 已經都量好 比較遠了 對 結果我突然間靠近 對 她突然間靠近 過來 所以就真的打到了 結果當時有落淚嗎 其實幫助演出 因為我是要嚇到的 因為她真的嫩住 我就這樣嫩住 所以妳的角色是認為對方不敢打妳的 在當下 我覺得我氣勢比較強 是不是在妳們的戲裡面 只要邀請對方說 有膽就打呀 一定打 就一定會挨打對不對 基本上 尤其我 我那觀眾常常看的時候覺得 那女婿是怎樣 那女婿 那女婿說常常去女婿 那女婿 那女婿也不會還手的 妳每次被女婿 都會是先講的那種很怕 她很挑釁 對 而且妳們每次吵架 都一定要先直呼人家的全名 一定要的 就一定要報上名字 妳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觀眾 他們是邊切滷味 邊做生意 用聽的 對 是用聽的 所以妳如果沒說這個人 她不知道妳現在是誰在講話 在跟誰講話 不然會切到手 妳這樣看電視 都要切裡邊 她衝 我沒想到是這個耶 有啊 真的妳去夜市的時候 這種每個time fan的老闆 都在看這個 所以妳剛剛那個反應 就做太久了 那個觀眾 妳沒跟他玩 然後被人家都看過 這根本是轉夠嗎 還有 還在演啊 所以我們的反應 通常都 反應時間會很快 然後有時候在話當中 導播已經在tag那個 對方的反應 對方的反應 那講那種很誇張的對白的時候 會笑出來嗎 會啊 有時候還是會笑場 對啊 還是會覺得很好笑 然後會不會被同劇的人寫 因為大家壓力很大 會覺得說 不會啊 有時候就是 因為大家都 大家都留小啊 對啊 所以妳們有真的累到 很痛苦嗎 拍這個戲 其實 以我們現在的工作環境來講 覺得蠻好的 因為我們常常都還可以相約 去喝下午茶 泡湯 去洗溫泉啊 什麼的 怎麼會有這個時間 當然了 小明在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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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都沒想撞我巴掌對不對 而且呢 我媽更見的是什麼 我們會打電話 給正在拍戲的遊台 遊台的朋友 對 妳知道我們在幹嘛嗎 我們在泡湯 喝紅酒 羨慕嗎 妳知道 太無聊了 所以是逮到休息的空檔 就很樂跑去休息 對 那真的 真的會感戲感到生病這種嗎 會不會 在我們劇組應該是沒有 所以你們劇組還蠻輕鬆的 像那時候 演我姊姊那個 簡陪她加入的時候 她很怕 因為她之前演 有台的戲 就是累到住院啊 打點泥港 所以她就說 我只能來演兩個禮拜 結果後來演了好幾個月 葉子也是啊 對啊 她就是身體狀況完全非常 可以接受這樣子的時間 對 葉子本來也非常拒絕的 對啊 剛剛是妳的國語講得不錯耶 還好 就是妳 妳不是 我是本省人 可是妳的台語比妳的國語好嗎 差不多吧 我常常要問她台語 因為我在家是講台語的 所以妳的台語是後來練的 對 我是活生生練起來的 妳是為哪一個戲開始練的 那個 我的第一個台語劇是民視的大腳阿嬤 嗯哼 那時候開始練 對 那時候是陳初黃導演 也是一字一劇這樣教 嗯 那妳現在 想事情應該還是用國語想 不是用台語想 對 當然 妳是不是現在已經有 台語六道可以跟人家吵架搶車尾 對 搶車尾 我是跟人家搶車尾 然後用台語罵的時候 我才發現 我台語有進步喔 結果那場假有吵贏嗎 沒有 還是輸了 對嗎 原來已經停進去了 氣死我了 那時候是馬哈密 妳難道不會怕嗎 那時候是晚上 所以我就撞板了 所以我就撞板了 妳要拿手電筒 照這邊的 而且我本來已經打了閃光燈 我已經 就是說我要停進去了 她就不進去了 哇 我就暗了 我說 妳是沒有眼睛 妳不看我妳閃燈 妳是臭味人 我妳要暗了 妳不聽到 我就全部都用台語講 沒有路人怕妳 不會喔 方心去吃東西會被請嗎 會啊 是同情妳受苦 沒有 就覺得我一直都是好人的角色 覺得我 就是很乖啊這樣子 就是騙吃騙喝騙完 那樣子 就沒有菜市場阿嬤看到妳 就罵妳說 沒有 我真的沒有碰過 沒有碰過這種情況 真的 還有那種去洗車的時候 要妳牽在那個引擎蓋上面 這樣子 真的喔 對 然後呢 有一次去拍一周刊 那個他們還有公司的人 要我牽在她摩托車上面 然後有一次更誇張 是我們兩個去洗溫泉 都脫光光的 然後坐在那邊去餃子 用鹽巴在那邊去餃子 全裸 然後我這樣對啊 然後一個馬巴桑就走過來 然後我坐著 去餃子 妳在那邊 妳在那邊 妳演得很好耶 妳演得很好耶 沒有… 是… 妳不能給我拍 然後她就說她演得很好 沒有 我覺得… 她們哪會以為人家要找妳嗎 對 她站著很有威脅感 很怕她這樣一個巴掌就呼過來 而且她一來她其實 表情並不是那種… 友善的 對… 妳在那邊就… 然後就… 所以有點害怕不… 不太感情 對… 但她是很熱情的 可是妳真的沒碰過 我沒有啊 那妳會不會演太多那種壞女人 然後現實生活 妳的首飾都變不回來 就忍不住會說 呦… 這滷我也太貴了吧 然後… 忍不住也露出這種感覺 我倒是不會… 我倒是不會 夜美其實 就有很多 跟床系有關來講 是… 嗯… 穿了很多睡衣 相當多 就是幸運… 幸運很強的那個嗎 對啊 她很愛巧鬥人家 對… 尺度有一次穿了那個鮑文薄紗 嗯… 跳燕舞 跳燕舞那個是… 還好 還好 我覺得那鮑文薄紗那個比較恐怖 還有跳燕舞 還看到那個… 小酷酷 對…然後還坐到陳昭龍的那個… 腿上啊… 這樣子跳燕她啊… 說是… 說人本來就是… 有公民毛… 陰暗面 陰暗面 我自認我自己是好人 有時候我也想做一些拍的事情 然後還… 那個手呢… 還…碰她大腿 蹲蹭她啊… 什麼這一類的 所以燕舞那個… 那個戲也是妳自己編的舞蹈嗎 她自己編的 她自己編的 在你身體背上 妳就會有寫妳的舞蹈嗎 對 對 就必須在妳的舞蹈 然後也有那種就是 嗯… 默默的愛慕者啊 就是常常去騎的作品 就是要是在跳成妳啊 反正愛慕妳的人 都還滿聽這樣子的啊 又軟來陰的啊 又默默寫名街 騎重情急車的 嗯 應該就是同一個人吧 寫名街是搭工車啦 沒有自己沒有做什麼 欸這個 妳好有邏輯喔 還沒有邏輯 我愛你 湯熙來了 燕舞那個… 那個戲也是妳自己編的舞蹈嗎 嗯 她自己編的 嗯 就稍微這樣扭一下是不是 很多耶 沒有 像跳Dromingo 對 而且它就是那種像在… 在下符咒這樣子 還有感覺 還有玫瑰花瓣 然後還有蠟燭 對 因為我覺得說 它變成是我的獵物 我的祭品 我就跟華哥講說 我覺得應該要來點 什麼不一樣的這樣子 嗯 然後後來我們就把這個東西 加進來了 所以你們自己可以 加一些東西玩 可以… 所以你們根本有怕演的 哪一種戲嗎 怕演動作戲 對啊 就是我很怕演那種 打巴掌的 就像我剛剛說那個 被他打到 對 護巴掌的那個手 是怎麼樣才會有氣勢 氣勢 OK 演出那個 因為你要帶 要鏡頭看的一個方向 對不對 像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盡量怎麼樣不會穿幫 就是從你 頭髮 也許先做一個起的動作 對不對 攝影師才知道你要不巴掌 然後呢 從這邊 然後這邊 轉過來 就比較… 很容易 很容易啊 這樣子 對 配合得滿好的 這樣看起來比較厲害嗎 對 直接這樣子拍 要好看是不是 對 這樣子的話就 對啊 看不到 而且那個力氣不夠 這樣 這樣 欸 這個還滿像的耶 很像很像 這樣刮 這樣如果打到 也不是直接打到臉 是刮到這邊 對… 而且一直通這樣子 然後還有韋戲 也可以戒 戒尾 戒得很像 來 放心 過來 你好美喔 你好美喔 這是真的親啊 親拇指 對 我是親在拇指上 喔 上次是誰跟我們講這個道理的 上次是 張婷教的 張婷說手如果按在這邊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 吸自己的手指頭 這可以幹嘛 就是說看起來好像吸得很厲害 可是其實只是在吸 你把手指按在對方的嘴唇上 然後就這樣狂握這樣 所以你也是用這招嗎 對 他剛剛差不多是這招 可是他比較 手比較快一點 對 方辰其實 最早的時候好像 你跟王祖賢 在學校的時候擔任過什麼 頒獎女郎嗎 嗯 因為我們同班嘛 他是戲劇科 我是音樂科的 哪裡的 國光一小 國光一小 你跟誰同期 我跟宋一鳴 還有屈中橫 邵溪 哇 所以你有見識到邵溪嗎 的一些瘋狂行情 那個瘋子 對 我記得有一次上學早上 一大早 他怕哪根筋又滿瘋起來了 一進教室就把我抱起來這樣子 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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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他在高興個什麼勁 你在學校的時候 那時候 在國光一小的時候出風頭嗎 國光一小每一個人都很出風頭 每一個人都很出風頭 因為我們一個年級只有一個班 然後一班裡頭同學沒幾個 每一個人都很有特色 所以你跟那幾個男生沒有人是追你的嗎 這幾個在檯面上的沒有 這幾個在檯面上的沒有 所以最近也是 台 不在眼尖的 不是這一圈的 對 那你當時沒有對這幾個比較出風頭的感興趣 我看你有愛其中一個吧 沒有 屈中魂 沒有 屈中魂是我乾哥哥 我們是真的有認說乾哥哥乾妹 沒事幹嘛認乾哥哥 一定就是有搞一些有的不的 不是沒有沒有 尤其我看起來那麼成熟 就是很好玩這樣子 以前他跟我們另外一個同學很要好 本來是另外那個同學他有追我 這樣子 照片上這個是你跟李欣文和 王晶晶 所以那個時候你已經是參加演藝圈了嗎 那個時候就拍我兒漢生 天啊 然後嘉義導演就來古光藝圈找人 然後我們就是教官訓導師他們那邊 就派了17個同學讓他挑 我是唯一一個音樂課的 那晶晶她是戲劇課的 晶晶的戲很好 有一次他們班在排練 然後她那場戲是又哭又叫的 我一直走過去我發現 晶晶怎麼了 怎麼哭成這樣子 後來才知道原來她在演戲 你那時候就已經參加我兒漢生演出了嗎 對 那時候我在拍廣告 我那時候寒暑到日本去拍日雅航 然後這個是幾年級 這是妳喔 對 二年級還是三年級之類的 我那時候很胖 漂亮耶 那個褲腰帶的鈕扣永遠 就是縫了又 縫了又 這樣子 又吃兩個便當 吃四塊麵包兩個牛奶 你日文為什麼會那麼好 因為我們學到日文課 可是這好到可以臨時翻譯嗎 即時翻譯 不會啦 沒有沒有沒有 如果妳都問吃飽的那種會翻譯 可是妳這樣還好 可是我有做翻譯的工作 幫雜誌社 那時候我在做新作的翻譯的工作 到日本去是為了要當模特兒 對 那個時候是這樣子 對 那像我手上拿了這個服裝的呢 那個就是拍服裝目錄 這真的很難認出來是妳耶 那時候我們那一期就是有張婷 我也跟張婷一塊拍過服裝目錄嘛 夏強啊 然後還滿多人的 還有就是王極的太太啊 墨啟文 對 所以那時候妳國光音效的學姐是誰 曠明姐嗎 曠明姐 對 林秀玲啊 還有林美秀啊 昨天我還碰到美秀姐 美秀 對 所以妳在學校有被學姐罵過嗎 完全沒有 而且我跟學姐 他們關係都還滿好的 一直到現在都還有聯絡的 也都還有 是妳對他們很禮貌 胡佩蓮啊 對 也是我學姐 是會大聲吼學姐好什麼的 不會啦 可是就 不會啊 大家都滿好的 沒有人欺負妳 沒有人欺負過我 那妳還記得妳去參加個剛剛比賽嗎 我知道我以前常常去南征北討啊 真的嗎 金運獎啊 還第三名啊 這樣 所以妳很會唱歌咯 還可以 然後有永生電影公司的歌唱比賽 第一名是我 第二名是Agera 第一名是妳 第二名是Agera 妳還唱Agera 那妳怎麼沒有變歌手 那時候都唱那個梨花淚啊 那種歌 啊 Agera還第二名喔 對啊 好可憐 妳怎麼會跟Agera同一組啊 就是那小朋友在唱大人歌的那種 可是Agera那時候應該已經是大人了吧 是啊 是啊 我也都不曉得 那也是後來好幾年 我媽媽才跟我講那個第二名那個是Agera 後來 那時候還有書啦 後來因為搬家那個書都不見了 再拿起來看 欸真的是她耶 那方辰那時候去參加個上比賽 就是為了要當歌手 沒有辦法 媽媽他們可能希望再陪妳 將來能夠當歌手吧 我那時候到日本去拍日亞航 日本那邊還有唱片公司要找我出唱片 可是那時候因為太喜歡三毛了 我那時候就來看三毛的書 然後就想要去流浪啊 幹嘛幹嘛 所以就 不要 不要 那種 耍任性是不是 對 而且不太想走這個圈子 就覺得拍廣告蠻好的 因為拍廣告人家都幫妳照顧得好好的 可是像我們現在拍八點檔都要 什麼都要自己來 八點檔的服裝也是自己管的嗎 都自己來啊 妝也自己來啊 像我親愛畫的這個是Maggie的妝啊 那妳們一天要帶多少衣服去 嗯 不一定看今天幾場戲啊 對啊 所以妳永遠都要自己拖著箱子去 是啊 然後自己寄拿一張 我們都每次好像要出國一樣這樣子 拿著行李箱 所以妳們應該就會找到各式各樣便宜貨的店吧 當然 他們就好厲害喔 對啊 不然就找贊助的廠商 那那種 給妳們的演戲的酬勞裡面是 妳們要自己負責買衣服的是不是 它沒有另外給妳的 酬勞並沒有談那個東西 不給妳製妝費了 沒有 這是一定演員要自己弄的東西 所以應該沒有人會故意買很貴的衣服嗎 划不來對不對 應該是沒有人 應該是 對啊 可是戲裡的衣服平常也可以穿 對嗎 很小的就是套裝 對啊 對啊 上面有套裝 平常我絕對不會 穿著就要高跟鞋好累 也是戲裡面的鞋 而且拍戲穿那個衣服 應該已經穿到很膩了吧 對 根本能盡量不穿就不穿了 那怎麼辦 拍完戲衣服怎麼辦 就還蠻好的可以賣掉 對啊 對啊 方程妳參加歌唱比賽的時候 唱的歌都不同嗎 結果金運獎應該是要唱名歌吧 沒有 也是唱流行歌曲吧 我有點忘記我那時候唱什麼歌 然後那時候還找了一個 國立藝專的一個彈鋼琴彈得很好的朋友 來幫我彈 這樣我只記得 那得了那些名次妳就算了 妳就沒有忘記去 沒有 就是 在台式也參加過他們的歌唱比賽 後來還就是他們有簽約嘛 還有什麼新歌唱片公司 新歌就是金運獎嘛 對 這樣 妳當時用的名字是方程嗎 林方程 本名 用本名 對 方程好像也很愛唱啊 愛唱 只要去KTV 能去任何事情都做得出來 對 妳就KTV在唱什麼歌 很多耶 什麼都唱 但就不唱快歌 不太 沒辦法 那妳一唱歌不就很悶 氣氛很沉重 不會她歌唱得很好聽 但大家就是會聽啊 妳的主打歌是什麼 令人摸不著頭緒的龍捲風眼法 妳們常常會有那種啊 明明站在前面 然後妳要罵的人站在這邊 然後妳就會對著前面說 怎樣怎樣怎樣 怎樣怎樣 然後直接轉過去跟她講 這樣應該會這樣吧 妳會在家如果是要跟妳一起吵架 妳跟妳媽吵架 妳會說妳幹嘛這樣 我哪會說 媽 妳以為妳在被我說的壞話喔 妳知道嗎 哪會在家 妳以為我媽可以說 妳幹嘛不轉過來啊 康熙來了 這主打歌是什麼 陳傑怡的《喜歡你》啊 還有江蕙的《慢慢長入》啊 所以妳今天有試圖要在節目中唱歌嗎 沒有 她 沒有 荒欣也可以唱啊 妳那麼愛唱 妳其實可以在康熙唱啊 對 但這裡有那個嗎 字幕那個 像 跟妳一樣那個 我們沒有要讓妳唱整首 我們只要給妳唱兩句而已 來 露兩句讓我們聽一下 好 那就從副歌唱 好 好 我喜歡這樣跟著妳 隨便妳帶我到哪裡 妳的臉慢慢貼近 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 我喜歡妳愛我的心 清除我每個手指感應 我知道 她在述說著妳承諾言語 不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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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妳唱的 我會唱妳的歌啊 不可能 妳會唱什麼歌 下課十分鐘的戀愛 這麼老的歌 妳為什麼要練它 我沒有練 但是就那時候聽到了 因為太紅了 對 就很羨慕這兩個漂亮的小女士 對啊 大街小巷的 真的是 有當過我們的歌迷嗎 沒有 妳看 妳不要迫使得太遠 就受不了 好 謝謝妳 方辰來唱 唱一個 我知道妳生 妳學過聲音樂是嗎 對 以前在異校 我是唱聲樂的 妳在音樂系是那個 可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唱什麼 就那種 那類的嘛 對 不是 還有歌詞妳根本不知道 妳自己在唱什麼 所以像什麼杜蘭斗公主 你的泳炭雕啊 對 對 然後因為我的老師 是 白玉光老師 是以前陸光總隊的隊長 那她很喜歡唱金劇那一類的 她金劇唱得很好 所以她要教我唱聲樂 她是基本上是用金劇的那種唱腔在唱 教女生 所以妳唱的聲樂是戴金腔 應該還好 應該還好 所以現在聲樂妳還可以隨便 哼個兩句嗎 妳記不記得一些 比較熟的 聲樂沒有人用麥克風 真的嗎 應該超大聲啦 超大聲的 真的 可是我現在真的是不太會唱 我看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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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心来的梦 就会看见五彩的春光 虽然春天我孤单 终会想是小乎我把心伤 哇 还好 我现在这么贴 这也是晚上的 我没有这样子啊 你看他前面演完那么疯狂的戏 然后现在在唱神乐 感觉整个人很像有病是吗 还打开心内的门窗 感觉很怪耶 叶敏琪在唱打开心内的门窗 很疯狂的感觉 不然很计划歌曲 你在音乐是 音乐科主要是修唱 神乐 唱阿头 可是你一点都没有想往过那个 那种生活 当音乐老师啊什么的 没有耶 我没有梦想 我基本上是没有梦想 所以在学校的时候就无所谓 去参加唱比赛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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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输了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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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 有名的 他們常常就不要打架 打過架 然後就常常椅背上就會有寫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怎麼會被寫在椅背上 寫的人的意思是怎樣 就是我愛你 類似像這樣 我喜歡你 那有沒有署名呢 倒沒有 沒有署名 那誰知道他是誰 對啊 那反正那個椅背上都好多人的名字 對 然後也有那種就是 默默的愛慕者 就是常常就騎著重行騎士 然後就在去要等你這樣子 重型機車 重型機車 然後也沒有跟你說上一句話這樣子 那你就上車嗎 當然沒有 可是他就是每天就是去需要這樣子 看待你啊 那幹嘛不邀請你上車 他還沒講話 反正愛慕者的人都還滿低調的啦 就很喜歡萊茵的啊 又默默寫名字又騎重型機車的人 應該就是同一個人吧 不是 不是 我是想應該不是同一個人吧 寫名字就是搭公車啦 沒有 自己沒有重型機車 對 你好有邏輯喔 應該沒有邏輯 然後你還把車再停下來 然後就像 女生吵起來了 對 我就是他很念邏輯 所以 所以你在學校不是那種 一直收情書的女生嗎 也有啊 也有收過情書啊 什麼的 對 然後也有就是那種 以前念女中嘛 嗯 然後隔壁是男校嘛 然後就是你在那邊做體操啊 操場上做運動啊 那個男校的那個 那一棟樓的男生就開始點名畫 沒發生 我喜歡你啊 那種的 所以國中的時候我很討厭男生 我就覺得那些男生很噁心 可是這樣很出風頭 很有面子啊 那時候會覺得丟臉是不是 可是因為我們是女校 反而你會覺得 女生如果喜歡你 反而覺得比較有面子 真的嗎 那時候學校也有會女生會喜歡你啊 打躲避球就怕打爆你啊 這樣子 所以你是真的 那你會覺得 怎麼一樣 真的有當過女同志是不是 我是沒有 我是沒有 但是我覺得 享受那種被女生喜歡的感覺 也蠻好的那種感覺 所以所謂躲避球故意不紮臉 所以那些是 運動選手型的女生對不對 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問一下 我問你喔 你要是走在路上 看到女生穿高跟鞋 不小心這樣 拐了一下 拐了一下 你會笑嗎 我會把臉轉過去笑 就是我只會微笑就是 這是男生的反應 那你要是看到女生穿高跟鞋 拐了一下你會笑嗎 我會露出臉大笑 她的意思是說 妳應該要同情她 因為很痛對不對 對啊 我要看到我真的會覺得 不然我自己拐到我都會笑 妳是笑 因為有的時候比如說那個 紅綠燈一直在威脅路人 她們都來倒數那一套 那妳倒數十秒 妳不跑不行 就一拐到 然後那機車其實這樣在這邊 妳自己就 因為妳不笑 妳就沒辦法化解那樣這樣 所以妳就自己笑 對 不然妳還拐了 然後說沒事 那不感覺 而且笑是遲早 可是要笑 就比方說有人疊狗吃 這樣啪啊 這個啪啪 然後就趕快衝過去說 怎麼怎麼怎麼 然後浮起來和轉過身體 所以這是卓別也最喜歡玩的戲嘛 對不對 妳知道為什麼 因為那天呢 我就是拍 拍戲拍完了以後呢 那個蘇筆線 跟我走在一塊 然後我就不小心扭了一下 她就很認真很嚴肅的說 我就想到這個事情 我還想想 她說妳還好吧 妳又怎麼樣吧 我說還好還好謝謝 她很認真很嚴肅的講 然後呢 她又很認真很嚴肅的講 然後呢 她又很認真很嚴肅的講說 通常呢 她會講 通常我問候完之後就 對 因為她就說 通常我還是怎麼在路上 看到女生 穿過一些 跌倒 扭到 她會大笑 大笑 她很認真嚴肅的講 我那時候 哇哦 那妳演得還很好嗎 她對妳很好 她沒有大笑 對 我說妳演得很好 我說妳怎麼可以這麼心災了或 她說每個男生都這樣子 她還很認真 演很嚴肅的講 她說每個男生都這樣 我說是嗎 然後回去棚裡頭 我就很 很不不濟 調查 我就問 對 開始調查 問江冠濤 你看到女生穿高跟鞋 都會笑嗎 她說 會啊 很好笑啊 然後後來我又問林又欣 因為演阿德的那個 我說妳看到女生穿高跟鞋 會笑嗎 她說不會 只有她一個人說不會 其他都說會 她騙妳了吧 我覺得基本上那個人 只要沒有摔死都還蠻好笑的啊 這個前提是她沒有生命危險 沒有受傷 對 喔 沒死沒死 那她笑一下 如果摔到然後卡車開過去 那就很可怕 那她就笑不出來 真的 真的會害怕 可是如果只是拐到 就會第一次會說 妳沒事吧 這樣就沒 沒事 對妳正常的反應對不對 沒辦法 因為妳這樣會拐到的女生 都是自以為很優雅 在那邊這樣擺出風之錯 那樣 然後忽然一拐一下 她就覺得 她說明現在太認真嚴肅了 對啊 她就說 她回去狂笑 因為人生要遇到人家跌倒 真的還蠻難的耶 難得看到一次真的 很開心 對 果然是兩個主持人 煩煩 對 芳心前面寫五燈獎 是妳參加過五燈獎嗎 對 高三的時候 也是唱歌嗎 是啊 就青少年歌唱比賽 跟我同學 就兩個人一組 然後二度三關 可是我覺得那時候 她聽得好清楚 二度三關 對 因為二度三關之後 他們那個單元就取消了這樣 天啊 找什麼 但是我覺得會二度三關 不是因為我唱得好 是因為我們兩個都很愛漂亮 所以會打扮 但是要去參加 通常都是北一女啊 師大副總 他們都是什麼合唱團的 但我們兩個不是啊 就是以外貌取勝這樣 唱什麼歌 唱明歌啊 也有那什麼 野百合也有春天啊 什麼福雲遊子啊 那種歌 對啊 結果妳到底幾歲才終於當到明星啊 我是 就高中畢業那時候應該二十 快二十歲了吧 開始拍廣告 然後就被發現就開始演戲嗎 沒有 拍廣告大概十年的時間 拍十年 也太久了吧 所以我也不是把它當事業 因為那時候我有別的工作 然後就是 part time 性質 但是接的工作比一般真的在當 模特兒接的還多這樣 對 像剛才part time 那種詞 應該就會出現在那個 你們戲裡面吧 對 對 part time 一定要講 本來問東西 part time 接吧 part time 還有好像每個人都能偷聽到別人講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妳背著某人講某句話 我覺得這個部分在我們這個戲好像很少 是不是也會有 你們常常會有那種啊 明明站在前面 然後妳要罵的人站在這邊 然後妳就會對著前面說 妳怎樣怎樣怎樣 怎樣怎樣 然後直接轉過去跟她講 對不對 但是妳有時候會這樣 妳在家應該也會這樣吧 不會 在家如果是要跟姐姐吵架 妳跟妳媽吵架的時候 就會說妳幹嘛這樣 然後哪會說 媽 妳以為妳在背我說我壞話 我不知道嗎 哪有人在講 妳會為什麼 然後妳會說 妳幹嘛不轉過來啊 妳會離貌 真的就是細緻才會出現 對 因為我們也是跟妳們現在攝影棚一樣 對 那一個頸啊 那前面機器都在在前面啊 那所以有時候妳是為了要救機器 但還有另外一種情形 是這樣的演法 是為什麼呢 比方說 我不想讓那個人知道我的心機 所以我當然 她正在咬牙切齒的時候要背對 對 所以下次我可以為了要防我媽知道我的心機 就背著她講話 明顯了吧 妳還什麼心機妳媽不知道 妳可能故意做別的事情 然後這樣看她的反應 那放心妳們 妳們女演員在家裡看自己的戲的時候 會只注意燈光好不好 漂不漂亮吧 康熙來了 妳們女演員在家裡看自己的戲的時候 會只注意燈光好不好 漂不漂亮吧 沒有耶 我都是看我今天演的有沒有到那個 真的嗎 萬一演得很好 可是很醜呢 比如說臉很腫啊 或是燈太暗 也會啦 但是第一個看的一定是看 一定是先看演得怎麼樣 然後再來討論說 可是我那個頭髮好像翹了 真的 真的啊 會先看演得好不好 會啊就是先打掉問 那有時候像我們很好就是妳 如果這場戲演得很好馬上就有人打電話來了 對 妳這場真的演得很棒 然後就覺得很安慰 嗯 那我們有重播 重播的時候妳可能再來看 啊 我那時候為什麼這裡怎麼樣 那裡怎麼樣 對 對啊像宋達明啊 剛剛我碰到她嘛 對 她就那時候嚴富娟親行練 她就會傳簡訊給妳 就說 喔芳姐妳剛剛那場戲演得很棒啊 怎麼樣怎麼樣這樣子 真的啊 我有一次被妳傳了一個簡訊 妳叫我觀察當晚妳的演出 對 就我就活著看了一整集的那個 龍泉峰耶 就有看出什麼玄機嗎 就我就很驚訝 我當時還知道這角色誇張到這個地步 就是 她就是一個說用 對 曾經跟對方上過床 來要挾對方 好像是陳昭蓉對不對 對 對 然後因為她跟我講我想說 肯定是很了不起的演法 結果看一整集她就說 哇 這麼刺激的事 我看一集就已經覺得 哇 好噴火 我超起伏 對啊 所以妳們常常會用簡訊 叫對方看別人一起對不對 會 那為什麼兩個人要集體養 為什麼我會傳給妳 因為前一陣子呢 也是邝明杰傳給我的 他主持了一個新的節目 他就告訴我幾天幾點 看什麼節目 所以大家就開始搞這一套 是不是 對 所以妳們在工作之餘 還可以集體養鬼娃娃是不是 鬼娃娃 怎麼可以親這個 欸這很有名的娃娃 拿去給 拿去給她們兩個展示 我的鑰匙圈好像也是 妳們兩個 妳們兩個收藏的娃娃 是同一款嗎 就同一個 牌子的娃娃 同一個牌子 她還有收集別的 對我還有 可是妳們都不在家 晚上動起來嗎 我從來沒有對她 有一點點恐懼的心情 而且我反而是怎麼樣 我開車啊 她帶在我 坐在旁邊啊 然後我上車 我今天工作好累 好辛苦 我就抱著她 你為什麼黑 你為什麼會怕 我超怕的 任何娃娃 這黑白的很像 真的 那個是她送我的 沒有妳說妳開車 然後把她放在車上嗎 對然後呢 就是工作一整天啊 覺得自己很累很辛苦 就抱著她繡繡 就覺得自己好像被人家繡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回家 然後已經在睡覺 然後就是一看 她竟然存在妳枕頭旁邊 這事情還沒發生 妳想太多啊 對啊不會啊 妳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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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 像我們常常逛街可能看到 像我送方辰姐這一個 就是看到她 我覺得跟她好像 妳們兩個是 誰先開始喜歡 我先的 然後還送了我一個 對 送她一個很像她的 家裡有很多個嗎 她有好幾個 為什麼她背後有個拉環 OK 她的眼睛 眼睛可以變色 可以 這也可以 但越像現在拉環被我拉在紅 那可能 你看 Hello 橘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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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顏色的感覺 誰啊 可以看不同的方向 對啊 這個娃娃出的目的 是要把小孩嚇死的 對 方辰應該還 應該沒有什麼 你想演的角色了吧 呃 我想演自傳 妳自己的 不是不是不是 好 對不起 對 不敢演傳記 傳記人物 誰呢 吳順文 我看過她的傳記 我還對她蠻有興趣 還有就是 妳是想借此親近顏凱太吧 我蠻喜歡顏凱太 然後呢 黛金花 以前那個陳玉蓮演過那個角色 應該有機會吧 好的 這兩個角色很有意思 對很有意思 還有以前像畫魂 潘玉良那角色 我覺得也很有意思 對 方欣張有想演什麼嗎 這想演壞女兒 沒有 其實她的挑戰 她的角色我都很想挑戰 OK 好 希望妳下次可以 演到 呃 在金花裏面的壞女人好了 陳希的祝福 妳們那些娃娃不會復活 哈哈 就是她們升級好了 她今天會在妳的 別人呼喚妳 好啦 夢中 我會毆打她 我會毆打她 好啦 下次帶她開心來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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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